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則 在近期國際古典樂壇上一個熱話 80歲 一個在樂壇吉高望重的指揮 Sir John Elias Gardina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 事源於他8月底 在法國有一個人演出 指揮Bernius的特洛伊人 但懷疑他不滿其中一個男低音 叫William Thomas 他離場的方向不適合 據報在中場休息時找了對方 但突然之間 Gardina竟然掌掛對方 還要一拳打到他的嘴上 當然是軒然帶波 在這樣的場合 Gardina的管理人發表了聲明 就說 可能因為那天的天氣比較熱 再加上Gardina最近換了藥 可能因為這樣 令Maiestro本人性情大變 做出這些失常的行為 而Gardina本人亦發表了聲明 當然表示非常後悔發生了這件事 亦都宣布了2023年 餘下所有的演出 他都會全部退出 讓他可以專注地找專家 去看看他的 mental health的問題 我看完這則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或聯想 就是電影Tark裡面的一幕 主角Linian Tark 就因為不滿自己的地位不保 就在演出途中衝上台 就吐打取代了他的指揮 那時候我就想 這些真是電影中的橋段 現實生活中怎麼可能發生 沒想到現實生活都可以發生相似的劇情 而且發生的仍在80歲的老人家身上 不得不得說家庭牙這次真是老馬有火 不過我當然不希望他的藝術生涯 就毀於一旦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關注一下 事件後續的發展是怎樣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